这个学生成绩这边 我们之前不是有练习下载什么 下载成那个 csv 吗 如果我今天希望 刚刚那个也是学生成绩 这个也是学生成绩 那我可以把它替换掉就好了 可是问题来了 我替换要怎么替换 当然我不知道叫你怎么样 就是说直接怎么样 直接说你把这边 复制到那个 columns 这边复制到 index 这边然后复制到哪里 复制到那个 data 里面 这样不是很麻烦 对 所以跟各位讲 如果你将来已经有一个 现成的那个什么 这个资料的话 那其实可以直接用 read的底线 csv 就刚刚那个方法 可以直接前面就是有一个 data frame OK就直接丢到 data frame 不需要说还要特别去去做 那如果说所以第一步 我先把那个档案 看你要外部放还是说 你要这个放在我们某个地方 所以再来就是说 我干脆拿这个把它复制一下 拿这个来改按右键 然后把它copy一下 然后贴一下 那我主要是希望就是说 把刚刚的那个 301 的范例 然后把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学生成绩 所以我这边再call一个 然后把这个打开好了 OK 那我可是问题我上面这些资料 已经这个是刚刚他 他这个已经成是有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这些东西 其实要来自于什么来自那个CSV档 那怎么办呢 当然第一个把注解掉 然后怎么来呢 当然如果实在你不知道的话 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如果用read 有没有 我们是open F等于open 然后把那个档案叫进来 那叫进来的话呢 那就很麻烦了 怎么麻烦法呢 基本上你会发现 我刚刚这个学生成绩这个 它是AUTU吧 那就是说要必须把这个资料怎么样 把它直接试着读进来看看 读的方法 要不就是怎么样 你要把那个范围的资料 如果要串成那个二维串列的话 读完之后 然后串二维串列 然后再读上面 再读左边 那你可能是很大的工程 所以如果你不想这样做的话 我教会一个方法 你直接用什么 用这个 就是直接怎么样 读取 那读取的方式 这个这边就不用了 直接怎么样 这一行 等于是上面这三行 你可以用 这个 Pandas里面有比较 ReaderCSV 然后再告诉他说 我的档案放哪里 比如说我的档案 是放在那个学生成绩底线 这个if 但是路径的话 我看一下 我路径好像是放在下载这边 所以一样我给他下载路径好了 OK 另外特别注意 我刚刚有试过 旧的Pandas 他不支援中文 那我刚刚试一下 好像又变成可以支援的 所以我试一下看看 如果不行的话 那可能你的路径里面 也不能有中文 然后这个档名也不能有中文 哇 那很麻烦 不过我刚刚试一下 好像可以 还有第二个 你的档案里面 他好像不支援 ANSI 就Big 5 UTF OK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OK的话 把这个丢到那个DF OK 那底下我们先让他print看看 如果可以的话 表示这个应该就可以直接读取了 OK 所以如果说你要直接读取进来的话 那基本上 就可以用那个Pandas里面 有一个叫read csv 然后就可以把它读进来 后面的话有一个 index 这个可以先拿掉 index column 等于0 然后把它直接读进来 看会不会OK 如果OK的话 那就可以省掉很多麻烦 不然以前 假如你不会用这个方法 哇 那你要拼出上面的东西 再放到这个Pandas里面 哇 那就工程浩大了 我们试试看 可能会不会把它列出来 UTF OK 如果你看到这个 表示说呢 我们这个怎么样 我看一下我这个路径底下 是不是被改按右键 开启档案用那个记事本 记事本 记事本我看一下 是不是被改成那个 ansi 对 如果你是ansi 记得一定要改成什么 UTF8 我刚刚讲过了 因为Pandas 目前看起来 不然你可能要改那个encoding encoding等于CP90 我先改改改改改回来 intf8 OK 试一下 然后把它再存档一下 OK 再run一下看看 这个问题看能不能 另外的话 中文档名 它现在support了 OK 之前的旧版本 在那个Pandas里面 中文它不support 但现在都OK了 所以 理论上 那 不过你会发现 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 就是上面的部分 它叫做column 那index 应该理论上是姓名的部分 不过它现在变成什么 它如果 你前面 读进来的东西 它会自动帮你加一个编号 OK 那其他部分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读取的部分 上面的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我们外部读取 那个就是学生成绩这个部分 当然它除了说 都可以读取CSV之外 它 我是觉得它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 如果我今天下载的 比如说我今天 我不要 因为常常就是直接用eSale 那如果是eSale又要转CSV 那CSV又要转回来 转来转去投音的 所以 如果我不用转换的话 有没有办法直接读取eSale档 所以你也可以这样下载eSale 假如我这边有一个eSale档 我要能够开启的话 也没有办法开启 如果可以直接开启是最好 那要怎么开启 其实也非常简单 读取 其实只要把readCSV 改成readeSale就好了 如果readeSaleOK的话 那以后来处理eSale档 我就不用再转档了吗 OK 这个可不可以试试看 另外的话可以写出去 你也可以把它写出CSV 也可以写出eSale 也是如果你要读OK 写也OK 所以利用Pandas 基本上这个地方就还蛮好用的 这个地方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把刚刚这个301的这一题 试着改一下 那首先的话我是利用这个Pandas里面的readCSV 一样给入境 OK 然后把它读进来 那另外的话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readeSale 再来就是说你可以试试看 把比如说某一个成绩把它修改 排序部分变更 看看有没有办法 试一下 这边的那个开启 按右键开启档案里面记事本 如果你这个是用那个微软 那个eSale把它存档的 它是ANSI 那你就变成你 假设啦 我用ANSI刚刚存档会挂掉 你就变成你要加什么 加一个encoding 等于CP950 这样就OK了 刚好跟那个 那个F物件 这个开 用File物件开启的 这个 编码方式刚好颠倒 这个刚刚预设值就是什么 就是Youtube吧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同样的就是把这个 读进来之后输出看看 那理论上应该OK 然后后两名的话应该OK 比如说我今天呢 读进来的话 那后两名的这个成绩 基本上就是丁小雨丁大雨 OK 把它列印出来 那可能会有问题的就是后面这个部分 后面这个 假设我Tale 我看一下 这边把它读进来 但是你会发现 因为呢 我这个前面没有指定index 是哪一栏 不是姓名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这个地方前面 会自动帮你加编号 有没有index 它这个index就是变成编号 那所以啊 如果你将来找哪一列的话 就不是找姓名 而是找什么 找那个编号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除非如果你不喜欢它的话 不喜欢那个 自动帮你编号这个动作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开启的时候 后面再加一个参数 叫index底线column等于0 所以后面 如果你不要加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可能会造成 等一下你程式判断会失败 像我如果现在去抓什么 抓那个国文的话 应该OK 但是抓这个刘小华 就不OK 因为它变成它是编号了 这不是说 如果我要改的是刘小华 你会发现它找不到 有没有 变更可以 变更英文 但是其他成绩都找不到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第一个index index部分就不是名字了 所以你可能就像数字 不然会找不到 那怎么办 你可以在这个后面 在那个readcsv后面 再逗点一下 加一个参数叫index index底线column column是简写 少打 d index column index column 这个后面呢 等于什么 等于0就好了 0的话意思是说不要编号 不要帮我增加那个什么indexcolumn index就是编号的column 就是这个编号栏 不用帮我加 0的话就false嘛 不要帮我加 或者你打false也可以 然后把它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run出来结果 如果编号消失 你会发现 它这个data frame里面呢 基本上我们的index 现在就是以什么 以它的名字当index 就这个地方的第一 它不会帮你加了 OK 所以这边可能要再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编码方式 假如说是从微软之间 那个ease有另存的话 它是nsi 那你可能自家加incoding OK 刚好跟那个fileopen那个颠导 OK 那另外的话 如果不要帮我加什么 加那个第一栏 那个编号的那一栏的话 那你就把它关掉 OK 那底下应该就OK 所以我排序 假如我按照国文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 国文按照高分帮我放前面 再把国文成绩 全部列出来的话 OK 然后另外的话 把刘晓华 刘晓华的本来的成绩 好像是85分 把它改成100分 变成说它列印出来 就80 175 如果印出来OK的话 表示应该成功了 把它执行一下 等于是说啦 对 80 175 OK 那等于就是说 我们刚刚原来 上面是从那个内建的方式 当然一般城市不可能说叫你 直接在上面key这些东西 理论上都是从外部抓进来 不然哪有人说你把成绩先写在城市里面 如果说一个班级几十个同学 那你key成绩key一堆 没有人这样做吧 只是说上面的那个方法只是说让你知道一下 data frame的结构一定至少有三个东西 就是data的部分中间那一块 上面就是它的colons 左边就是它的index OK 那我们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动作 另外呢 如果你希望多了解一下data frame的话 那你可以看一下第七个单元 我刚刚有把城市也贴上来 所以如果你的细节不知道的话 可以这边把它稍微 像index column等于0 其他的话也许可以参考 这上面这个我就把它删掉 这个input 好就这一段 主要是利用什么 这个readpd.readcsv OK 那待会可以改一下 你们可以试一下readexcel 如果readexcel可以的话 那以后干脆就利用这个来做就好了 把excel资料read进来 那也可以怎么样 可以toexcel 可以进来也可以输出 那不就双向 所以以后要读excel档 就会变比较简单的啦 不过我还是觉得有点麻烦 如果你假设啦 有些资料 如果直接excel 如果不是很复杂 不如就直接excel处理写VBA啦 不过可能要是情况来决定 两边可以我想我的习惯还是节长补短嘛 看谁比较有优势 就用哪一种方法解决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最后再把它列 把它print出去 底下有这个如何读取 关键就多了一个column indexcolumn变成没有 不然的话每次都自动帮你编 然后那个栏就多一点 那再来就是如何读取 读取那个excel OK 这边的话 请各位待会试一下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那底下还有讲说怎么样把 把那个 档案写出去 很简单一旁就搞定 另外的话 Data Frame 当然不只是 只能做这些啦 它等于就是Excel能做的事情 它基本上都做得到 但是官方说明 这么多 你可能要 我可能没办法每个每个讲 我把最重要的先挑出来 所以如果indexcolumn datatypes 这边都有 其实就讲的蛮清楚的 另外的话找到哪一个 像这边一个loc 就刚刚讲的 就是取得什么 这个一个group a group of rows 就是那一列 and column by label 所以l l应该是什么 lc应该指的是label label or c是什么 column label 还是label of column 反正这个名称他们 取的 只是常常 还是 它就没有 相关的说明 只是说有的时候 第一手资料都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要完整学习data frame 可以稍微阅读一下 OK 大概都在这里 其实我怎么知道 我也是去看这些东西 刚开始看的真的是 很容易 看着看着就觉得很疲劳了 很辛苦 不过这也是过程 以后的话还有很多其他package 那你要怎么知道怎么用 我为什么知道怎么用 因为我也要K 我不可能说生下来我就会了 如果生下来就会的话 那我就太感谢我的父母亲了 把我生成这么聪明 不过我已经算够聪明了 OK 所以 已经比别人不用 花的力气少一点 但是你说完全不用费力气吗 不可能 还是 很花力气的 而且每个都要try 比如你问我说为什么 我try过了吗 OK我才知道 有些可能老实讲我有些也没有try过 那现在我就要推理了 OK 有些我很熟 但有些我可能也不熟 OK 如果我不熟的话 我可能就直接告诉你我不太熟 那部分 那怎么办 还是你要去try 如果你有try出来有更好的答案 当然也欢迎各位告诉我 因为这种东西永远 没办法试着玩的 这东西你会发现这底下还有 一大堆一大堆 底下还有 那还好就是说他每一个他都有说明 所以你点击他 他里面有一些sample 会告诉你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还蛮多 还可以点击进去的连结 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里面的相关的sample 然后怎么去run他 那等同就是说他所有功能能够做到的话 就是eSale里面能够做到的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你要用python去取代eSale的话 你最重要就是要把那个pandas里面的data frame给熟练 我想很多事情你就可以把eSale剔开了 OK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